我是穷批 我钱不够 所以我就不买了 你随手丢出3106万 你要是穷批 那我们是什么 你们我是不是 我费劲扒了一宿黑剑没睡觉数完了 你说不要就不要了 呃 不是我不要了 是我买不起啊 外加小老外 把钱收起来吧 嘿嘿 请爱的老板 你太坏了 骂伤走手 慢着 把钱放那里别动 你还有什么意见 大佬 刚刚可是你自己说的 我请一口垃圾桶就给我100万 那我开始了 100万 200万 300万 我去 还有这么无耻的人 骂一 舔一口100万 放下那个垃圾桶让我来 霍烂老 你别欺人太甚 虽然我承认你很有钱 但是我也是有背景的 惹急了我 有你好看的 哦 让我好看 呵呵 让我好看钱 是不是先把你之前的承诺兑现一下 哦 嘿嘿 对啊 之前这店长可是说了 小哥要是能拿出来10万块 他不但要道歉 另外还要出去给表演学弟里倒栽葱一小时 你 你别欺人太甚 哦 我这人最讲信用了 你是自己出去 还是我让人送你出去表演 好好好 倒栽葱就到栽葱 只要能让你消费3000万 别说一小时 一天一宿都没问题 店长 你真要道理吗 赏废话 好不了你 愣着做事 自己钻进去 啊 我也要道理 哪那么多废话 霍烂老你看好了 我说话算话 哇塞 这不是巴黎世家那鼻孔朝天的女店长吗 平日里就嚣张跋扈 今天终于被人收拾了 活该 快快 大家都把手机拿出来 留个念 你们都给老娘闭嘴 等老娘出去挨个收拾你们 呵呵 算你还讲信用 走吧败家小老外 我们去滑雪 站住 你们不许走 哦 你还想怎样 我现在兑现承诺了 但你还没买我们的东西呢 你不能走 还有 我们店里的东西3106万就卖给你了 差价我马上给你申请折扣 实在不行 我自己掏腰包不上 呵呵 你可能不知道 我这个人有个毛病 嘿嘿 没错 那钱爱的老板最大的毛病 就算卖东西 不能降价大折 什么意思 我都已经倒立了你还不满 是不是 好好好 这么完事吧 你给我等着 等我给我们老板打电话 看他不弄死你了 哎 本来事情就这么过去了 也就算了 你非要不依不饶干什么呀 看来我老公温神的大名 怕是要在东北流行开了 破烂老看到了没 最新款的路虎懒败家常版 我老板的车 等一下不把你打的跪地求饶 然后再把你插在雪堆里 我都跟你姓 谁敢在我刘海住的地盘让到是 老板 老板你可都给我做主啊 就是这破烂老 他不大 小别仔的 你好大的胆子 看来你真不知道我是谁啊 戏爽了我的人 还想这么走了 要不是这些年我从阳了 否则你早就躺下了 呵呵 我说他为什么是那样的态度呢 感情是上凉不正下凉歪啊 呦呵 小子你很狂啊 给我围起来 我竖三个竖 立马买蛋滚蛋 嘿嘿 亲爱的老板 汪涵见你们尚凯 交给恶脸 呵呵 你确实是个人才 我也同样给你一个机会 我数十个竖 立马让开并且道歉 否则整个巴黎世家都将因为你而倒霉 嘿 原来是个傻子 还让我们整个巴黎世家倒霉 你知不知道我们巴黎世家试试多少 连零头都是摆一起 呵呵 你数吧 刘总您别生气 正巧现在也没事 看他吹牛逼挺有意思的 他不说数到十吗 那就等他数到十就是了 看到时候他还能如何继续吹牛逼 三 二 一 现在已经数到十了 我们店现在不还好好了吗 哈哈 破烂老 快施展你的神通啊 呵呵 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 既然如此 我便成全你就是了 从现在开始 巴黎世家华夏区开始大整顿 所有店面商品全部下架 只允许销售免手套 哈哈 老板 这三个捡破烂的开始 就是来咱们店买手套的 你看他们装的多像 嗯 嗯 华夏区总负责人方小凡 方董有力 现在开始大整顿 所有商品下架 只保留免手套 利用评训 所有不执行者 直接除名 什么情况 这破烂小哥刚刚的话 竟然真的应验了 他到底是什么身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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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是那个方小凡方董 嘿嘿 你种于聪明一回 不但如此 那亲爱的老板 可是还有一个向良的名头 吻神 你们是真得偷贴呀 你真当这个名头好听 你就到处给我宣扬吧 等我回去和你孟涵姐 一起收拾你 我有眼无珠 我真不知道 你是华夏区公营总裁啊 求求您 高抬贵手放过我一马了 这家店我前前后后 投入了五千万 全是贷的款啊 要是直买手套 我就破产了啊 还有全国同行 肯定会吃了我的 嘿嘿 得罪吻神坊 破产奏堆裂 哎 早就给过你机会了 你就是不听啊 行了 起来吧 从现在开始 去做一千件好人好事 到时候我就让你正常上架 混蛋 还不赶紧给分神 方大佬磕头 谢谢方大佬 我们这就去做好事 呵呵 这就对了吧 走吧孟涵小老外 咱们去吃铁锅盾 大佬大佬 我一共舔了一万下垃圾桶 您看都舔亮了 大佬这一个亿 是不是能给我了 呵呵 没问题 诺 这是一张两个亿的 你收好 不用找了 啥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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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是两个亿越难顿